沙包 堆大沙包 居民急喊着堆沙包 大量的泥流随着边坡往下冲 一路流到坡道与民宅内 屏东的狮子乡内文村 因为降下好大雨 一直上午发生大量土石冲刷 这是内文一项 因为水锅跟堵住很多土石流 而组成这样内文一项 一片泥水横流 居民站在家门口相当无助 泥水一度淹到小腿肚 因为墙台山坨来袭 带来好雨造成山沟雨水排水不及 夹带枯枝造成部落的水沟堵塞 整个淹没水 然后有石坡滩中 比较那个早上比较危险的地方 但是下雨一顶的时候 屏东石子乡位在山上 水来得快去得也快 根据当地村长说法 从9月30号晚间到10月1号上午 累计雨量已达到321毫米 如果再下150到200毫米的雨 就超过山林吸水负荷 要准备撤村 如果说晚上如果下雨都没有停 会可能会这里到我们收容中心 针对部落传出灾情 屏东县检察局之子乡公所与工程单位 已派员到场处理 目前墙台山坨归宿前进中 恒春半岛持续间歇性阵雨 TVC的徐吉宏 徐吉宏 徐吉宾 屏东报道